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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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三清道长被圣德缠得实在没办法 只得传授了一些咒语和画幅之术给他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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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完全的喔 你也不用思考 雖然他不是完全的頭髮酒 不過他絕對跟你所想的那種頭髮酒 是一樣的效果 真的喔 還是我們好多 是不是一樣的 真的是不可教 管理有什麼效果 你自己回家去試試看就知道了 不過我尽量跟你見過 這個符和這個酒店 你千萬不能用在那個有公子的宅廊身上 他如果沒有報應是會很慘喔 是...是怎樣 會家婆人夢 你還沒有 所以你千萬要去 知道嗎 我都知道 我真的有的 有沒有 有安慰的家人心胸 不要再做事 我先來找我 當天晚上 盛德吃完晚餐 便立刻回到房間 照著三清道長所傳授給他的方式 先一邊進行冥想 一邊輕聲念三遍對方的名字 然後念著畫符 最後將符燒成灰燼融入水中 喝三大口 剩下的灑在身上 奇怪的是 這樣做完以後 盛德很快就有了睡意 可是 就在他半夢半醒之際 一個讓人完全無法想像的怪事 竟然真的發生了 他應該在家裡 他應該沒想像的 他還沒想像的 他對方 我還要來拍照 你那邊 你還好嗎 快 人生太猛烈了 那你放心就关你戴起来 這怎麼那麼靈寫 應該不可能的啊 但是這... 是要怎麼做 我到底是要怎麼做 是要怎麼做 知道了 阿彥又給你照顧了 你怎麼做 你怎麼這麼做 你跟阿彥,你把你的事也沒做 沒關係 阿彥,考驊我已經做了 阿彥,本來我一聽 剛好阿彥,我一聽 啊… 阿彥! 你頭兒還要在那裡逞一尾 是什麼意思 沒有,我沒有說什麼 你還要認真 我聽了這麼清楚 你到底有什麼事 是跟你那些事有關的? 我... 這... 你說啊 我感覺 你要讓你那些事這樣,不免不免 你那些事說 你那些事,他不跟你有關的,蛤? 你不要讓人家說啦 我怎麼可能還是要知道啦 好啦,好啦,我跟你說啦 禁不住家家追根究底的逼問 盛德無奈,只好和盤拖出一切 原來,盛德雖然取了婉約賢德的大嫂素田 卻依然改不了婚前、攤花好色的喜性 讓著家裡有錢 婚後仍時常到處烈焰風流 這樣的事情,程母慢慢的也都知道了 可是,一向逆二兒子的她 除了刀面勝得幾句 總把責任怪到素田的身上 除了說她不懂得捉住丈夫的心 更常常責難她肚皮不長進 看得到就像天一樣 叫你怎麼會好嗎?你怎麼會這樣 哭哭哭,整個頭人都扯 哭哭哭哭哭 哭哭哭哭哭哭,我如果女兒子沒人 看得到你,我就肚子肚子大了 沒差,我稍微花這麼多錢給你 看得到你,夾風幾年了 八十多年了,喝點八十十十十十十歲就沒了 结果圣德因为有成母撑腰 变得更加的有恃无恐 终日流连九四 而肃田也只能将委屈 或者泪水往肚子里吞 谁叫自己从小就是个 没人疼爱的孤女呢 他只好常常往庙里跑 虔诚地烧香拜佛 希望自己能赶快帮圣德怀个孩子 好争取到身为人应该得到的尊重 或许是肃田的诚意感动上苍吧 大约半年前肃田终于有喜了 这自然让成母与圣德高兴得无法言语 甚至就连圣才也雀跃自己就要当叔叔了 接着肃田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别说丈夫突然懂得买些小首饰 讨他开心了 就连婆婆也大手笔地买补品 甚至亲自下厨炖安胎药给他喝 而肃田一心期盼的就是婆婆 精口欲言让他生个男娃儿 那两位是 你是不担心才能赌高兴 是啊,有什么事,听我看 林少爹的账钱和教授总说二十万 我看你是天下的 好死者 喂,林少爹现在是我的身头 我放你比较厚的 清清的啦 老婆,你又有钱你当 二十万好多 你身材中复我就要你二十万了 干,你的意思是帮我陪你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 为了你身材中复就有百代 有什么事好参照 你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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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帮我 救命 我 リ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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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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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田 你給我側下勁啊 師田 師田 我 我來 師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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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行啊 師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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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來 師田 可是 師田被送到醫院以後 儘管做了許多急救措施 但肚子裡的胎兒還是流掉了 蘇田傷心欲絕 盛德懊惱之餘 更大大的數落盛才不是 至於成母 他千判萬判的金孫就這樣沒了 火氣一下子全湧著上來 顧不得蘇田才剛從鬼門關前走了回來 他就先斥責蘇田 大生大命 卻不懂得保護腹中的胎兒 這讓蘇田更難過委屈了 接著成母因為擔憂著聖財的安回 心不甘情不願地 叫聖德等二十萬元去 將聖財賦回來 兩個人並且對他罵出最嚴厲的指責 可是儘管聖財拼了命地道歉 終究改變不了蘇田流產的事實 就這樣成母奮奮了好幾天 他想了又想 搞不懂怎麼好端端待在家裡也會出事 最後索性將一切通通怪罪到家宅不安 他到處托人打聽 還是常常上廟裡拜拜的宿田打聽到 新竹有一個法力高超的三清道長 成母一聽 趕緊將他請來家裡做法正宅 什麼? 啊 就这样 三星道长跟他的助手 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终于将成家里里万万 每一个房间角落都进完毕 大逢,吴后失来,派出去 一家大地边,我们过日子 十年心,十年,十年,十年 十年,十年,十年,十年 十年,十年,十年 十年 十年,你的法朱已经完完 来 贴 十年 十年 這服務要叫妳家的服務 要保護她的服務 要保護她的服務 讓妳當每一個人 帶一件事服務可以保護她 沒事啊 蘇婷,阿婷叫妳帶點紅包 去那給師父,快 師父,請收 人家這樣就沒客氣了 好,女婷 等你跟她來找,東西我快點收收 等一下,我們要做一項法,不可以等我,就死了 是 師弟,倒手啦,倒手啦 好 不用送啦,不用送啦 我們先來走 你們是 謝謝,謝謝 來,走 好 水,你是才不夠水啊 連心才好嗎,你好嗎 我抱一下,不知道我你才好 師弟,師弟 什麼事啊 一包你喝醉啦 好 其實,聖德對江湖術室那一套,一直抱著存疑態度的 只是剛剛在三清道長身邊,那位阿諾美麗的女助手 引起了聖德的興趣與遐想 於是,聖德開始打聽起,關於三清道長與他女助手的事情 沒想到,這一打聽,竟讓聖德經歷了一段詭訣的際遇 原來,三清道長還真的有本事 據說,他不但會抓妖驅魔,還會下咒 而在所有的咒法中,又以桃花咒最為邪門 什麼 桃花酒 是啊 我有聽說這個三清道長新古兵 這個妖嬌美麗的女助手 有可能他就是,讓這種桃花酒,下去招法 再拚拚,讓他心甘情願來招到他 蛤 講,是怎麼那麼急 確實 不過說實在,團歲幾團歲 孫師跟團歲有時候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知道我所在的三清道長 他的作人是不錯 我只知道他都是在替人 這樣捏著妖魔幾怪,小財財財 從來都不聽他說,原來我在對付人 關於這個桃花酒 我看簽名,絕對有男人就好 這是會實現的 哦,當然了,當然了 我一句話 你知道嗎 謝謝你 聖德嘴巴上雖然這麼說 心裡可老實不是這麼想 他好希望三清道長真的會桃花咒 更希望自己也有那樣的本事 因為如此一來 他往後風流就更加無往不利了 有了這樣的念頭 第二天,聖德便開始出入道場 刻意與三清道長攀釋結交 等到兩個人比較熟了 他更是整天纏著三清道長 要求三清道長傳授他本事 拜託啦,道長啊 你有說我這麼有生意嗎 不然你也切菜給我一點本事 好嗎 哪呢,你想沒有什麼本事 這... 好嗎 道長啊 我聽人家說 我這麼討厭我 祝你來 阿嬤,我會好嗎 好嗎 道長啊 快點 道長啊 天生喔 我是想要幫你道長的工 把這間道長好好整理整理啦 不知道十萬塊夠嗎 十萬塊夠嗎 到你了 可是聖德還是不死心 他仍舊天天去發著三清道長 所開出的整修道長的費用 也跟著一次比一次高 終於三清道長被聖德纏得實在沒辦法 只得傳授了一些咒語和畫符之術給他 動力看,你看看 嗯... 你如果像這樣繼續練會應該就沒問題了 沒問題嗎 嗯... 嘿嘿 看來頭髮酒 就是這麼簡單 你說 我自己的幅是完整的頭髮酒 這只是其中一個小部分 啊... 這不是完整的喔 你也不用說 雖然他不是完整的頭髮酒 不過他絕對跟你索性的那種頭髮酒 是一樣的效果 啊... 是真的喔 還是我們好多媽 是不是一樣可以的 嘿嘿... 啊... 真正是不可教 關於有什麼效果 你自己回家的試試看就知道了 不過我尊重給你考慮 這個虎仔和這個舊衣 你千萬不能用在那個有紅的渣榮身上 你如果沒有報應是會很慘喔 啊... 是...是怎樣啊 會加破檸檬 你還沒有 所以你千萬要快 知道嗎 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確實有的 永遠有紅的渣榮身上 沒問題 我醒來照顧 我醒來照顧 當天晚上聖德吃完晚餐 便立刻回到房間 照著三清道長所傳授給他的方式 先一邊進行冥想 一邊輕聲唸三遍對方的名字 然後唸咒畫符 最後將符燒成灰燼融入水中 喝三大口 剩下的灑在身上 奇怪的是 這樣做完以後 聖德很快就有了睡意 可是 就在他半夢半醒之際 一個讓人完全無法想像的怪事 竟然真的發生了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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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是这样啊 我的话 我没听到你了 第二天盛德起床的时候 精神出乎意料之外的抖擞畅宽 他不禁想起 昨夜跟玉敏的那场翻云覆雨 逼真的感觉 实在是将它带到了极点 原来担心道长说的 和真正的桃花咒 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这么一回事 惨了 哪有没有 我没玩酒啊 兄弟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没看了 我放在家里 看你会有多大 往后的日子 盛德开始凭着他的本事 夜夜春霄了 他渐渐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却没想到家里竟然开始接连出事 先是库洛误持了老鼠要死了 盛德还没什么警觉 紧接着母亲又生病 最可怕的 甚至连弟弟都出车祸死了 这都是盛德向三亲道长 买了春帽之后 接连发生的 你怎么回事 有这件事 是呀 我本来也没相信 但是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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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相信 我没想到 我真的开始 我开始 是呀 是呀